国瑜大会 欢迎收看国瑜大会 我是余美人 那么牢基法的一例一休 这个12月23号正式上路 这个是32年来 最大幅度的一个修法 到底为台湾的各行各业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对我们产业未来发展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要来为你好好的讨论 首先第一位邀请的是施聪 美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一例一休女战神 苏卿 没有 我其实是老委会的台北分部 没有 OK 好 还有新黄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 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她来 因为在一例一休这个新法上路之前 他们是做过评估的 那到底当初的评估 跟实施之后的这个反应 是不是在预估之内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 新秉龙 新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光秦 大家好 看一下我们的新闻画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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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周年庆 百货公司贵姐不但酒站忙翻天 没得好好休息 现在想休假还得看老板脸色 立假休息日大班风 还得预排一整年特休 每个月其实不太一样 其他的时间就把我们分 把我们的历史移入到他其他公司的那个位置 然后变成就是我好像没有加班一样这样子 没得好好固定休 因为劳动不兴致 立假休息日不一定要固定在六日 或者连续两天 只要七天周期内有休到 劳库双方约定就不违法 还有百货业更夸张 休息日需要人力上班 但不想付劳工加班费 把A百货劳工调到B百货支援 说是正常上班日不需给加班费 两家不同的公司 雇主也得负担两份不同的劳保费用 其实劳动成本上面跟劳动效益上面 不一定会给雇主带来所谓节省这样的一个部分 雇主为省钱花招摆出 还有银行业员工指出 公司人事命令颁布 居然要求他们预排一整年特休 就是因为怕劳工休不完 得折钱给他们 像例如说我现在没有结婚 可是我不知道我今年什么时候会生病 我今年什么时候会有急事要处理 北市劳动局则说 特休排定是劳工权益 雇主不得强迫或将特休作废 为者最高可罚百万 但现在立休心志还在宣导 其不会实际上路开罚 劳雇双方还得多多沟通协调 好 上路不到两个礼拜 目前法令政策最新的 今天又出来了对不对 说可以有一些什么弹性 对不对 那问一下世聪 这两个礼拜以来 到底各行各业是如何的叫苦连天 对 没错 事实上根据这个民调的显示 这个一立一休的这个 好像不太得这个民心 那其中的话当然是 有人认为说是雇主 或者说劳方 甚至整个这个 整个国家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们先从 雇主这一方面来讲 因为毕竟他们是实际付出这些 必须要付出这些成本的一些雇主 我们看到说几个这个 我们台面上的重量级的人物 包括说像星光金的董事长 吴东京他就说 因为我们知道金融业 本来就是人比较多的这个产业 他说因为这个金融业的特殊性 使得这个营运成本大增 他说希望政府可以 试产业弹性处理 而不是所有产业 都试用一套衣服 那我们看到说 不只是这个金融业的这个吴东京 包括说像这个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李诗钦 也就是说他是英业导的董事长 他是说因为英业导 我们知道他是NB代工 那NB代工其实也需要大量的人力 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那种成本增加幅度 会增加的蛮多的 他就认为说 其实这样好像会影响到 我们整体的这个产业的竞争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过去其实这个比较偏蓝 镇影一点点的远东集团的 这个徐须东董事长 他就说 因为他集团中间有些企业 人事成本增加8个percent 我们知道这个远东集团 他其实是横盖包括百货 航运 还有水泥等等这些 那水泥这些其实 他们的成本是没那么高的 但是包括像是百货公司 或是说航运公司 他其实成本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他说有些人事成本 增加到8percent以上 那另外一个 这个全国商总的理事长的赖正义 他就说 强推一利一休 增加企业的成本增加 劳工的薪水不涨 物价上涨苦口 是一个山苏的一个局面 他说的还蛮重的 那另外一个 还有人哭了 这个哭了是谁呢 工商总会的这个理事长 许胜雄 他就很哽咽 有一天就很哽咽 就说一利一休 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个政策 包括说一些 某一些社福的机构 他年增预算都要200万到300万 他认为政府真的很残忍 他甚至讲这句话的时候 还哽咽的 真的是哽咽的快哭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有人叫苦 有人在哭 那同时也有人不看好这个政策 就整个目前的老板来说 这是大老板 大老板是苦不堪言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更多事 台面下是我们没有看到了 中小企业的老板 他们现在都在想什么方法 想说我怎么cost down 甚至很多人在想说 我怎么样把这个公司 或是工厂结束掉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们在看大老板 叫苦连天之计 其实中小企业的老板 更是苦不堪言 其实那个苦还来自于 因为只要有一个员工做检举 你就是一个烂老板 你就是 你就马上被打成一个烂老板 是这种恐慌你知道吗 所以问一下肃清 既然你叫女战神 老委会以后就找你出来 讲比较快 我也是觉得 你干脆找我帮你讲 如果你真的不会讲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本来可以好好沟通 不要让这次重变 我觉得这次已经有点崩盘效应 就是说很多真的 有很多的产业 它确实因为以前 可能人力调动 本来就有比较紧绷一点点 那在这一段期间 它可能因为一时也招募不到 新老公 像我们讲的 有专业性质的 像如果我护理人员 本来就不够 那这下子又因为调动 可能要更紧缩 那我可能有一点点的 加班费的成长 那确实有一些 可能它加班费会多一点点 可是更多的是什么 我叫做趁火打结型的 就是说 看白人都喊涨 那赶快不趁这波涨 要更待何时呢 而且你知道吗 长期以来 这个原物料涨 水电涨 什么的 鸡蛋也要涨 其他那些涨了 我找不到出口可以涨 对不对 今年还涨了 基本工资 老健保要涨 健保 所以 找没香 找没空 人家常常说 不知道该谢谁 就只有谢天 对不对 不知道该怪谁 就怪一利休 所以现在就这样 只要要涨价 都是一利休的错 比如说有些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跟一利休有什么关系 我先讲好了 这个名声说天然气调涨 百分之二点九九 我是想请教你天然气 除非你是那种送瓦斯的 如果一般家居天然气 请问你是去黑天然气 还是你去接管 还是说什么 你送来我们家 你二点九九是在涨什么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是涨得太离谱 比如说你刚才讲说 一些餐饮业都还涨 那比如说像这家粉源业者 大家可能有去吃过 很有名 他们所有品仗都调涨五块钱 大家讲说五块钱不多 我假设你一碗包心粉源 有五十块好了 那你的涨幅高达十% 可是说实话 在这次一溜一休里面 我们评估 我一个餐饮业 老实说你这个人事的成本 大概涨一成 一成到一成五 可是问题是 餐饮业的人力成本 只会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 所以你想说奇怪 照到你的人力成本反映起来 绝对是在百分之五% 甚至更低以内 因为你是百分之三十五的一成 所以最多最多到三点五% 甚至更低 因为以前我们的公司的话 餐饮业人力成本大概只占 大概三成左右 所以你这样整大 所以他应该是涨个两块 对 所以表示你一定涨了其他的 另外一些很奇妙的 就是说比如说 医疗的部分好了 医疗这一次呢 有些医生就说不行了 我们受不了 我们要涨价了 因为他很可怜 他是一个支付僵固性的 因为我的医疗给付 是来自于健保署 健保署不会因为一地一 休给我比较多钱 所以我等涨了之后 涨挂号费 那涨挂号费 你要看合不合理 比如说呢 有些诊所 这事件之后我问了一些诊所 他说老实说 以一个12人到20几人的 这种小型的诊所 尤其如果说他比较采取 就是他可以估计 他大概人力最多来的是什么时候 他说其实调动 好 就是弹性了 其实使用弹性的调度来讲 他完全可以不加到班 只是员工上班的时数 会觉得比较没有以前 那么完整 他可能会比较零散 可能你排班的时候 会加一点变化 所以他加20块对吗 也不合理 因为我跟你讲 某医院在这个事件之后 他们就有开了一个全国的大会 在讲我们要怎么因应 这个一例休 给我们人事的几个目标 重要目标 第一 绝对不要让他们加班 就是你要管控加班时数 休息日加班 或什么叫加班时数 第二个叫什么呢 管控特休不休的情况 就是我们这次不是说 希望你休假日 尽量都可以去休吗 特休用掉 然后不然没丢那点钱 不然要付钱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小主管 对不对 你下面的人 居然有这么多人 特休假没用完 你的考机就不会好 那个医院就说 对你要管控休假的情况 然后这些状况之下 有一间超级大 全台湾最赚钱的医院 居然说他们要减少 周六门诊 长庚啊 那个叫台大 你现在不知道 现在最赚钱是台大耶 是 差大 差大医院 宝山医院 好 谁来 就差大医院 他说他们周六要减诊 那减诊我觉得很妙 大家知道 医师不适用 劳基法这件事吧 对 所以第一个 周六的门诊 是谁在看 是医师在看 对不对 可是又没有医护人员 但是护理人员 周六如果你去看 就发现 除了门诊的助理员之外 很多都是集中 抽携检验 拿药什么 都是集中一区 并不是一个人配一个的 所以这就本来 在他们的调度范围之内 这么大的医院 这么多的人力库 可以调动 他们比那些小诊所 更没有理由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家真的 我没有反对说涨价 因为我知道老板们很辛苦 最近包括 我说基本工资的 然后水电的 油价的 然后甚至蛋也要涨 什么都涨 大家合理的反映 你的成本涨了之外 你真的有多 多涨的 你要给劳工 真的劳工有钱赚 劳工就出来买东西 你又赚更多钱 你没有左手 又要涨我们的价 另外一只手还说 你们通通给我排班 排到不会加到班 还有有人跟我反映说 他们老公 什么事都还没有做 公司就宣布说减薪 他说因为我们预期到以后 钱会很多 那我们今年开始 月薪减一千元 所以我这个讲 就是说 其实这个制度也是蛮特别的 设计了一个制度 劳团 叫得没劳 那个老板 叫得没劳 资方 不知道要给谁 劳工 不知道跟谁叫 对不对 所以应该来讲 一例一休 当时是为了那个 百分之三十五 非常底层的那些劳工 因为他没有实施周休二日 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公司 是没有实施周休二日 可是已经实施周休二日的 这次也跟着这样子 大干一场的时候 就是搞乱了这个大家 为什么会这么乱的逻辑 可能有部分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新老师我不知道我们讲对 但是这次有没有 就是有预估到说 这个涨价的这个反应 这么激烈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法 上路之前 我们就有做过评估 就是各行各业 我们去算了一下 他的一例一休 针对那些 还没有周休二日的厂商 我们去算 如果那个休假日 你用加班费 照新法的规定 去付加班费的话 你的人事费用会增加多少 然后再来就是算 对你整个整体的营业费用 会涨多少 上刚才苏天讲的非常对 你涨价是要看你整体的营业费用 增加多少 可是以制造业来讲 我们给他算过了 他的整个营业费用 所增加的比例 大概不会超过1% 不会超过 因为他的各行各业的人士 他的成本结构不一样 那个老板在叫什么 我就不晓得他在叫什么 因为他从退一例一休 他就一直在叫 只是他现在用哭的方式 还用哭的 而且我好好奇 哪一个社福机构 人力成本有这么凶 可以多预算要两三百万 事实上要忘了 我们还不但算他的费用的占比 还去跟他的获利率来做比较 以制造业来讲 他的费用增加的比例 不超过1% 可是他104年 整个制造业的获利率 是6点多% 就是你们预估 他撑得住的 真的比较多 确实没有错 餐饮业是比较多的 餐饮业的人士费用 大概增加一成到两成 可是因为餐饮业 他的人士成本 整个整体成本的比例 也不是很高很高 大概两成到三成左右 所以我们给他算了一下 餐饮业的 因为这是一例一休 给的加班费 会使他整个营业费用 增加大概5%到6% 可是餐饮业 104年的获利率 是14% 所以事实上 他的成本增加的幅度 如果坦白讲 如果他真的 有个良心的事业的话 我用自己的利润来吸收 都还是可以吸收的 只不过现在都反映得过度 再以运输业来讲 上运输业的人士成本的 占比是非常低的 运输业最主要的成本 是在于他的汽车的 折旧跟维修 还有燃料费用 所以我们给他算过了 这是一例一休 再加上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客运业都是低底薪高奖金 你的加班费 是按照你的底薪计算的 所以运输业来讲 我们给他算过 他的整个成本的增加 不会超过2% 可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客运业 说涨好多 所以我是觉得涨价 一定要有大家的道理 如果说你就讲清楚 运输业投载有主 你就讲我要涨的原因 是因为 譬如你客运人来讲 客运人的票价被低估了 被这么压低了 所以这次我要把它反映出来 你就讲清楚 参业你要涨 你说是因为燃料费增加 租金成本增加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不要把所有事情 都看到到一例一休 我比较担心的是 会产生寒残效应 我觉得这是工商团体的一些大佬们 想要达到的效果 因为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法要修的 包括没有最低工资法 派遣劳工保护法等等之类的 它产生寒残效应就是说 你要争取劳工的福利 整个社会就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 我们比较担心是 如果这个寒残效应产生以后 社会大众对于增加劳工 福祉的这些修法都抗拒 这样反应就不好了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劳动部这整件事情 沟通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导致说资方跟劳方 很多都陷于恐慌之中 很多资方其实是不知道状况的 那就是说政府对自己所谓的成本 会增加多少 到底价格涨多少是合理 这件事情政府其实自己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表格 可以给大家参考 这个表格是什么呢 其实我有调到一份资料 就是说各行业别 它的所谓的薪资占营业费用的比率 还有所谓的薪资占营运成本的比率 那这个表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刚刚我想大家都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例一休之后 你的加班费的支出 你的人事成本支出 可能会导致你人事成本会增加5到8% 甚至一成 那你如果用一成就10%去算的话 因为你人事成本不是你公司所有的成本 你会有营业费用跟其他 比如说租金这些成本 你会有原物料的成本 所以你用这个表格去看的话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看 营业费用比例跟 薪资占营业费用比例 跟薪资占营运成本比例 因为营业费用跟营运成本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营业费用是基于你营业 所以你要付出的薪资 你要付出的租金 你要付出的水电费 但那个东西是你整体企业营运的成本吗 不是 它不是你最终的营运成本 你还有原物料 原物料这一端 并没有算在营业费用里面 它是算在营运成本这一边 所以你如果只是用营业费用 去看你的成本会增加多少 你可能会出现盲点 因为我们这次就有个大老板 跳出来讲了 说这个营业修 他人事成本 占他的营业费用比例有三成 四成甚至六成 所以大老板叫我们看这个 对 但是我们真正要看的是这个 对 没有错 因为这就有点像障眼法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眼睛都被看到 那个营业费用这一边的时候 好高喔 三成四成 大老板跟你说 占36% 其实是14% 对 你回到营运成本那一端 你看到是14% 那这个资料是哪里来的 这个资料是经济部根据 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所统计来的资料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假使你的薪资成本上涨是一成的话 好 那你回到里面去看 所谓的中小企业像我们讲 住宿及餐饮业 它如果是14%的话 一成它应该反映出来 只有1.4%的涨幅而已 它不是像他们涨到什么 不管5% 10% 10几% 那个都是很over的 就真的因为一粒一休 应该只有让你增加1.4% 所以粉原占5块是不对的 它超过这个我们讲的 因为一粒一休 你应该有的合理涨幅很多 所以粉原应该 你要占5块你必须讲 这里面有2块是因为一粒一休 3块是因为原物料 或者说5块里面的另外2块是因为原物料 另外1块是因为 租金成本增加 或者是你的 我想多赚 你想对人家好一点加薪 OK 你不可以把 我们没有说你不可以涨价 你不可以5块钱的涨价 全部推给一粒一休 这个是我们觉得大家应该要能够理性的沟通 这个法为什么要32年来最大幅度的修法 因为很难 因为这个动得比较大 就是我说不是动 动作比较大 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会有影响我们不去改 那就是把它改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跟今天国民大会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要涨价 你要跟我讲清楚这5块10块多少比例是涨在一粒一休 不要全部推给一粒一休 我们不买单 没有错 因为美人姐讲得非常好 因为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一粒一休四个字好像咒语一样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借购给一粒一休 我今天也可以连头痛都说是一粒一休害的 就变成是有点像无限上纲 你真的很残忍 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其实要回过头来检视说 企业涨这么多你到底是不是都因为一粒一休 因为他已经被简化了 包括像我们刚刚教授有讲到像运输业 你真的你去看运输业的那个人力成本占比 你看薪资占营育成本的比例 在中小企业的部分 它的比例是9.92就差不多一成左右 但一成左右所以你去看 其实你反映出来的增加的幅度 大概就是一趴到两趴之间 如果你人事成本增加是一成到两成的话 那你的整体成本增加大概是一趴到两趴左右 可是你看到目前为止 他们喊出来的几乎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那你的因素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教授在讲的 运输业它有很大的部分是 比如说来自于折旧 来自于你的燃料成本 它的人事成本占比 其实没有像他们喊的这么的高 有到10%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 好那你今天涨那么多 那你可以告诉大家 你到底是因为过去 你的票价没有满足 所以你知道一次反应还是怎么样 这个才是我觉得 政府部门应该要跟 也协助大家说清楚的部分 但是我们虽然说 我们这个很理性的讲说 很多涨价跟一粒一休部署完全有关系的 你那个涨幅如果全部推给一粒一休 你太瞎了 你就直接讲明白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是也不代表说 这一粒一休整个推动的过程里面 没有瑕疵 它的瑕疵还真多 OK 那改革就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才要换政府 可是我换了政府你的改革 又改得乱七八糟 其实你会自己很伤 同时对整个台湾社会 其实是又要停滞了 问一下光琪 这一次这个一粒一休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像当年马英九那个油电突然双涨 造成他后面 根本都洗不清 网友流行一句话 过去油电双涨 导致物价飞涨 这次是360页全部都涨价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那像牢基法这么复杂的问题 你要简单化 可是我认为几个败笔 第一个本来就不能一体试用 对啊 已经有周休二日的 其实你 辛老师我这样说对吗 对 对吗 对 我们国民大会自开始 一里一小就已经说到 有嘴巴 就说你一粒三粒人都要穿同样 你旁边要听开会透开嘛 所以更要省慎 你有跟政府说吗 辛老师 有说了 他都没听吗 这个是没办法 我只要把他叫也叫不过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知道 你说这个给政府的时间够不够 你知道蓝英常批判 绿英常批判 就是互相指责说 你发夾湾 我发夾湾 可是事实上两千年的时候 现在这个所谓的甚至恶利的版本 是陈水扁时代的版本 后来国民党拿去用 现在又回到民进党手上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的时程 你说充不充分 就算是整个程序 这个立法的这个程序 也是超过半年 时间很充分 内部讨论也充分 那你纵深在一拉开 对民进党来讲时间是够的 为何出于成这样 那就是出在决策机制 你知道部会被切割 虽然那个部会 人家有时候很烂 都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但是他整个是决策平台 是决策会议由林权进去 然后这边辅方就是总统的力量 然后再加上是一个决策平台 其他的成员加入 那在还没有发酵成熟讨论的 出一个结果跟 很精细的一个计算的时候 那这边做了决策 这第一个 第二个很简单讲 定得太死了 你今天去问各行各业 或者说来上我广播节目的 这个苏涵志前县长 或是你只要有人谈到这个议题 他们说哀鸿骗鱼的原因是 连中小企业的业主都跟他们反映说 定得太死了 政府本来是说要救 而且是很多的思维是放在是说 要为中小企业考量 台湾八成的中小企业 到现在也是 以受害者自居 第三个 刚刚欣老师讲 事前 他们有经过整体的一个精算 包括企业的成本 那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讲有算到涨价吗 有算到全面性涨价 刚刚清皇我们某种程度 媒体有责任是要谴责这些趁火打劫的业主 但是我告诉大家 现在连政府都束手无策 你不是要约胡须章吗 你不是要约某某那个面包店吗 你不是要约谁谁谁吗 后来为什么打退堂股 因为你给逐了人家理由 就算是成本计算 不是三成五成 而是一成 我告诉你 你只要有一趴给他 涨价有礼的这样一个借口的话 他跟你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收手 为什么 人家就在笑嘛 你给他涨价有礼的 这样的一个借口了 以后 你还说 那我要来查你联合涨价 那你怎么查 所以以后呢 咱们就我们爷爷那时候老话 大饼卷手指 自己吃自己吧 谢谢松开 我们待会回来 好 问一下树青 你刚刚特别跟我要一分钟 你要补充什么 没有 我刚才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的产业 然后可能应该穿不同的衣服 所以于是乎 最近有一个声浪也起来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有更多的弹性 于是乎从经济部长 甚至现在传说 连英权都说 对 我们可以考虑让他更弹性 可是我觉得这真是个大笑话 为什么呢 现在有没有弹性 有耶 可是奇怪的是 我们政府部门都没有讲清楚 因为你可以仔细看现在牢基法的36条 新修正之后 还有针对说 我们本来是一地一修 对不对 可是针对我们的弹性工时的这个部分 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 所有的企业都适用两周弹性 什么叫两周弹性 就是你可以 本来应该一地一修是说 我一个礼拜一定要修两天 一天叫立假日 一天叫休息日 对不对 如果你是适用两周弹性工时 所有企业都适用 你就只要在两周之内 可以修完两天的立假 两天的休息其中七天有一天立休 这样就可以的 所以你是可以弹性调动你的休息日的 只要你跟你的老公约好 我可能可以连坐十天休四天 在四周的这个部分 对 来说的 你两周不行 两周不能连坐十天休四天 因为两周的规定叫做 七天一定要休一天 但是你两周可以休四天 就是说我这天的休假可以挪到后面来 就是休息日可移动 可是最妙的是 所以就是两周不是坐十天休四天吗 不是可以坐到十天的只有一款 就中间这一款 仔细听好了 如果你是四周变形的这一款 你仔细看那个法律定的很有趣 它定的叫做两周有两个立假日 两周有两个立假日的意思是什么 两周总共有十四天 你有规定我立假日可以放在头尾 或者我一定要七个一个 七个一个吗 没有 他告诉你两周有两个立 所以两周有两个立 我也可以把两个立都放在后面 所以就会形成 我其实连上十二天也没有事情的 因为他告诉我两周两立 那这个适用哪些行业呢 这适用的行业叫做 多数的服务业都在里面 大概有四十个行业 在我们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 你现在叫得很凶的 这些餐饮的 医疗的 百货的 保全的 根本就有弹性 都在这里面 唯一没有在这里面的 应该是那个运输业 因为他是适用八周 可是很不幸的八周这一群就说 那为什么我们八周 没有这个适用 因为八周还是七天 一定要休一天 所以有四十款产业 他当时本来在这里就预留一个 超级大的弹性 那我不知道 企业主你为什么不去用呢 因为我说一句实在话 我自己以前做的餐饮业 然后我也排班排过三年 排了三年的班表 排了三年的班表 所有的餐饮业都知道 你在排的时候 一个月排一次 或一周排一次 那通常呢 在月薪劳工这个部分 我就固定 你固定休 比如说一 礼拜天 有一个人都是休礼拜天 可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都休礼拜日 让正职的员工 至少有一个周末假日 一个周末假日休 那其他的休息日 他就排在平日 可能秋二或三在平日 可能秋二或三这样 就是说可以做得到的吧 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人需要多的地方 我排的是我的那个part time 我的工读生 还有我的这个 我跟大家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不熟 不懂 害怕 加上呢 这个很多检举 所以呢 每个企业雇主呢 都真的快要吓死了 坦白讲 这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你知道吗 那都已经这么谈了 还要更谈到哪里 英权 可不告诉我要谈到哪里 可是只要有一个员工 出来爆任何一点料 有时候这不是事实 整个网路就把这家妾骂 翻骂死 骂到人家无法操声 然后后面要多少的力气 再来回应 很烦 我干脆 我惹不起你们 我躲得过吧 好 慢慢就通通就给你们修 然后你们都不要领加班费 都不要吵了这样子 是啊 所以反而是苦到很多 靠加班费的人 对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状况 包括特别是什么 很多资方其他也不知道状况 他不见得是真的黑心 可是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状况 所以他必须要采用一些措施 因为他恐惧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些 很奇怪的乱象 比如说有超商店员就出来爆料 他怎么说呢 他说本来一开始 他每个月可以 比如18天的工作 连加班费 他一个月可以拿到两万两千块 可是他说 为了要因应所谓的 这个伊利修的心智 他说他现在每天 每个月少五天班 每个月少五天班 而且取消了加班费 导致他一个月只能零 一万五千块 害他下班后 要到其他家的超商去兼差 所以他正值是7-11 兼差是全家 兼差可能是全家便利商店 对 那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特休日是来尔富 搞不好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笑这么大声 其实这还蛮合理 因为一个社区 通常这三种都有 都有嘛 都存在 好 这是一种状况 超商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是说 有贵姐也出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在以前 他们一档就是说 比如说周年庆 12天的周年庆 他可以上班的时候 就可以赚加班 因为我们知道贵姐 其实为了要赚的就是奖金 百货公司的贵姐 就是为了赚那个奖金 尤其像周年庆 这种大档期 都是赚奖金的好时机 他说他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以多赚 大概五万块 可是他说 为了因一利休的心智 他一天只能上 八个小时的班 他没有办法 趁周年庆的时候 我加班 我尽量去推销 促销 我多赚钱 所以他说他的奖金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害他周年庆 可能少很多 只剩下数千块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错的 这个就是他被误解 因为他可以上十二天 我刚才讲 他们试用四周 并且他一天可以上到十小时 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弹性 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因为误解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很奇怪 线江跟那种不识的那种新闻出来 贵姐 你可以上十二天 对 你可以上十二天 而且一天最多十小时 十小时 所以不是八小时 那另外是传产 传产呢 传产有劳工也自己出来讲说 他们过去就是靠所谓的加班费 要补薪水 要替自己增加收入 但是因为在一例一休新制了之后 老板说加班费成本太高 你们不要加班 假日不给你们加班 所以有劳工说 我制造业的劳工 我现在只靠现在的本薪 我没有办法生活 我只好在假日的时候 跑去发发传单 或是去工地兼差 替自己补收入 所以出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然后现在最新的 又跑出了一个新的方式 精华 这么大的精华 它推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 推出来的方式叫做半值 不是半值值数 是半值 就是我们想说工作 你说中山北路 就是我们想说工作 你精华 对 我们想说工作不过就是全职 然后跟就是计时工 就兼差 就两种 可是他们现在说新的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全职工 比如说你本来一个月 要上176个小时的班 是领月薪的 一个月三万块 那现在不要了 我现在只要你上88个小时 然后你这个就等于说工时少一半 所以你的薪水本来三万块 也降一半变成一万五千块 那半值 那你说半值以外 精华说半值以外的时间 我也可以拜托你来上班 拜托你来上班的这个时间 就比照计时工 用兼职去做计算 也就是说 你有一半比照月薪 你可以取得正职劳工员工的福利 比如说员工旅游 身体检查 这些福利你有 可是这个半值 88个小时以外的工时 你就是比照所谓的 一般的最低时薪 比如说比照我们的最低时薪 比如说一个小时133块 就是用时薪的方式去做计算 但是这个方式其实有个问题 因为精华的处理方式是让本来的 计时工 让本来的计时工 这种所谓的兼职的劳工 直接转成用半值的形式 所以对这些计时工来说 他其实都某种程度得到了保障 因为他得到了这些正职员劳工的这些福利跟权益 可是这有个问题 我们非常担心一件事情是 这个门如果没有解释 劳动部没有解释清楚 打开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想看看 一个月三万块这样的劳工 你让他半值是一万五千块 那剩下还有88个小时 如果我用最低时薪 133块给他的话 两个加起来只有两万六千多块 不到两万七千块 等于跟他本来的三万块的薪水比起来 是少了三千多块 还有他的员工成本也降低 因为他的什么劳保 投保急剧什么的通通就降低 只有健保会省到 因为劳保他是 你只要有一个工作 即使是兼职时薪制他也要投 虽然他省到应该是健保 因为健保只要投一个就好了 但是这种现象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 如果劳动部你对半值这件事情 不解释清楚的话 他有可能会变成以后资方 另外一种变相减薪的方式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有漏洞的 我觉得这部分劳动部 自己要先想清楚 就所谓半值这件事情 有没有开拓出另外一条 在我们过去对所谓的最低工资 全职工跟所谓计时工之间 另外一条路 这个部分你看新老师现在点头了 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很重要 好 新老师 加班费其实很多时候 是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基本上当初的立法 本来就是让你看得到吃不到 也就是基本上当初立法 是有个讨论到底是要让 你说我们这次新的劳基法 这个就是要让你看得到吃不到 对 因为它加班费加成 加得很高 原则就是你要你休假 对 他那个目的 不是要让你多领加班费 而是让雇主因为成本的考量 不让你来加班 所以基本上目的 这个法修起来坦白讲 未来要看就是看 有没有人因此而多 可以周效而愈 对 我想这个部分 所以很多劳工团体 现在在抱怨 或者很多劳工在抱怨说 我本来可以加班 现在加不到 这当初修法的目的 就是希望这样子 那这个目的呢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人生不是以工作为目的 对 我们活着 是为了享受生命 所以如果你想多工作 你可以从7000下班去全家 这就是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觉得 刚刚竹琳也提到了 我们的劳基法 过去业界一直在抱怨 不同的产业 你用一个同一个标准 是很难适用的 同样的台湾经济发展到这个地方 劳工也有很多种类型的 有成高薪的工作者 高薪的工作者他需要休假 他如果有休假休假 他当然很高兴 可是台湾很多的低薪工作者 他是必须透过加班 来赚取他的生活所需 但是这个修法 就把一次同仁 也就是我们采取 以价这样的方式 让雇主不敢让你加班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打工怎么办 你就到别的工资去 别的工资去 对他来讲影响很大 第一个 加班费目前的税法是可以免税的 薪资不能免税 那再来加班费有加成 薪资没有加成 更重要的是你去外面打工 你的工作时数的 这个长度是不受到法律规范的 你看可能会过劳 所以当初确实在做选择的时候 有一些讨论 可是因为很多的劳团认为 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 不应该让台湾的劳工 要靠血汗 靠加班来赚取他生活所需 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所以劳团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让这么基层的劳工 就用血汗在一家公司换薪水 在五家公司换薪水 这样就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很多劳工的抱怨 对不起 这样讲有点 有点是很哀伤的那个 但是事实上 而是事实上 结局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那些劳团的人 他们也不是为自己 也是为所有的劳工 每天在那边参丰露宿的 可是坦白讲有没有争取到 所以有时候诚意过高的修法 反而达不到他要达到的效果 所以未来问一下新老师 会不会很基层的劳工 他变成有两份职业 一份是正职 一份就是派遣 现在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第一份工作 正职工作的薪水越低的人 他兼职的几率就大幅度提高 最近这几年已经有这个现象了 所以也就是这个劳工 其实他是更辛苦的 要去再去找第二份工作 因为你如果留在原来公司 可以让他加班的话 他可以有加班的 加班费是比较多的 又可以免税 所以我们应该一直认为说 如果要加班 应该让他留在原公司加班 而你知道现在如果 员工想要加班 老板也不敢 为什么 因为万一哪一天 你不想去告的时候 我就完蛋了 所以如果要依法给你加班费 我的成名又太高 就变成这样子 OK 好 休息一下待会来 好 一粒一休之后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没有搞清楚更多的细节 刚才其实雇主也可以多了解 就是有没有什么税帖 或者有些什么Q&A 劳委会有没有 不是 是劳委会吗 是 劳动部 劳动部有没有一个窗口 做这个法令的解释跟问答 要不然是从 这雇主花招百出 对 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这几天媒体都在报道说 这个一粒一休之后 很多雇主有很多奇招 来因应这样一个政策 第一招当然就是片面的 这个公告挪移 跟休息日或国令假日 这某电子大厂就被这样爆料 那被爆料之后 这个经过我们劳动部的 回应是这样子 他要挪移这个休息日 或国令假日的时候 需要劳工同意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你的这个工作日挪移到 假使是说你的休息日 你已经排好对不对 但是你要工作那天 遇到国令假日 不好意思 你没办法领取这个加班费 因为我们是挪移之后的这个工作时间 那这个的话 这个需要劳资双方同意 那另外一个就是禁止 劳工在第六天的这个上班 就是包括很多食品 很多这个餐饮业 他就禁止说你在第六天加班 因为第六天加班的时候 可能要付这个多的这个加班费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锁起来 那锁起来的话 这个劳动部的回应是说 其实这没有违法 本来第六天的话就要 如果真的出勤的话 你就要这个 不论是要出勤 而且你要给他这个加班费 另外第三个这个 我觉得是比较夸张一点点 就是休息日 例假日 约定至下班时间 这个时间点开始计算 这个主要是因为台铁的员工 开始出来抱怨 他说我们的这个休息日 是从这个 譬如说我下午三点 凌晨三点下班 那我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算 一天的时间 24小时 延续24小时 那这就变成是说 他列出他的上班时间表 他是他几乎每一天 不是要上班 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反而是说他没有获得到一整天的这个休息时间 但是这个劳动部 因为凌晨三点 对 下班 我就是明天下午三点就要来上班 是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我们的劳动部的回应是这样 的确在某些固定轮班的这个劳工 的确是可以这样计算 但是这个的确对很多 这个尤其是台铁员工 他们不是酝酿要上街罢工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劳工先排定年度的这个特休假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今年新的这个特休假 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特休假 包括说增加 我们看到新制跟旧制的特休假 就是不太一样 包括说新制当然是都会相对比较优惠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劳基法 有个规定就是特休假 以前就是你要把它修完 但是现在可以变现 那可以变现的话 等于是说老板就知道 我今年要新增加这么多成本 所以我要求你再年初就把它修完 以方便我自己在排这些全年度的这个工作预算 这还是回到新老师讲的 当初立法的设计就是 把加班费变得很高 把特休假 你如果没有修完的话 就要雇主要复现 都是强迫让劳工可以多休息 过比较平衡的人生 是 没错 是这样吗 是 是不是 但是雇主有雇主的想法 他希望还是把这整体 你目前没有增加我的劳动成本之下 没有增加我的成本之下 但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所谓的 加班费完全都避开 所以你看到这是这个 要求劳工先排零假 像很多这个上班族 很多这个百货公司 都已经开始在排年度的这个修假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有点点 不太合理的一个状况 另外就是说让AA公司的劳工 不是 你没有先排 到时候你修不完雇主就要付钱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 而且你不先排的话 到时候挤在最后年底 三个都要特休 我工作谁做 是 没错 就是雇主 那这样子雇主要求 这叫奇招吗 也不算是奇招 只是说他又因应这样子的政策之下 做了一些做法而已 这不是应该的吗 很多雇主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做 不是吗 对 我觉得如果从雇主的角度来说 他的确会是这样认为 他的奇招这个部分 是因为有某一企业 是要你一年全部列出来 全年都排好了 事实上政府的意思 我当然也可以提醒你 比如说你已经满了 就是我可以适时提醒你说 你们这个部门还有几个人 几天都还没有修 是不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修完 你可以不断的提醒他 但是你不能说 就我今年就想好 我明年特休要什么时候修 或者我每个礼拜修一天 因为谁能知道 明年我要发生什么事 我可能是家里有事 我小孩想要出去玩干嘛 所以那个企业是因为 一次列出一年 叫人家休息完 我觉得这一次一例一休之后 我觉得会产生几个效应 我们刚才讲到好的企业跟坏的企业 其实差异很大 像我们看到我们最近去调查 像我们也问了台积电 问了这些半导体厂 他们说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 因为本身我们的竞争力很强 这个增加成本对我们获利差异不大 但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差异非常大 就是光秦刚刚讲 这次哀鸿遍野火山爆发 就是中小企业 对 没错 未来还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整体失业率有可能会下降 但是我们整体工资也有可能会下降 这两个都会同时下降 那政府如果还是在看失业率的话 失业率下降 失业率 不是不好 不是很好吗 对 但是我们的工资 整体工资也往下降 就是增加工作机会 增加了更多工作机会 但是同时把我们整体薪资往下拉 那事实上如果要走向一个好的循环 是应该失业率下降 然后工资往上扬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循环 那这个两个同时往下降的时候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工作 不是一个好的产业循环 你说的这个境界 就不是人造的 是人主席的台湾就没想到 美国都我就这样 你有知道你算一个型 我觉得重点就是这样 又回归到最原始 就是说我们这一例一休的法案 通过之后 应该要配套的是更多的产业政策 更多的一些新的政策出来 这样子一起配套 考量新的未来我们的产业发展 这样才是一个整套的 你是这样的说话不先腰疼 没办法 我们是这个 我们是狗废火车 已经废了好久 您哪一条 这个其实讲到产业政策 那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 但是以目前现在直接实行的这个法 企业已经吃不消了 对不对 没错 我们刚刚这个讲劳动部 我觉得劳动部已经是脑震荡了 先前被这个民众骂 被劳团骂 现在总统也骂 民进党立委也骂 我觉得他已经脑震荡了 应该有人要辞职 因为要为政策负责 如果你上层不负责 你至少要丢出一个部长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很多名嘴 很多媒体人 最近我一直听 不是坐左边听 就是坐右边听 他们都一直讲个数据 就是先前劳团抗争最激烈 就是砍七天价 那很多人讲一个数字说 我砍你七天价 那等于说相对来讲 你资方你就省下 我们整体来论 是六百亿的一个成本 那这个似乎是有高估了 有高估 因为我刚偷瞄到 辛秉隆老师他的这个资料 那可是呢 你砍了他七天价相对 现在是实施一粒一休 在一粒一休 这个休的这部分多了 五十二天的休假 那其实事实上政府 他们也有请学者专家 来预估 你多加了这个成本 大概在几亿你知道吗 八百多亿 那就算是我们纵使前面 沿用那个六百亿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就是资方可能 因为砍清那样 省下了这个成本 那八百亿对六百亿 你说资方 他们还是有较苦的空间 因为他们的成本 确实是一消一减 这个两箱抵消之后 他们还是多出 至少两百亿的这个成本 那我是认为这个事情 当然我对刚刚欣老师讲的很认同 就是说 原先你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有人讲说 台湾就是第一星化嘛 我们薪资不调升 不调涨之外 我们还薪资 如果你跟十六年 十五年前比 你都还不一定比得上 就是我们讲说 薪资是倒退的 好啦 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就像我是当名嘴啊 你不给我通告 我没有这个 这个托 我没有加班的时候 我哪来了加班费 我哪来了这个通告费嘛 那现在是有一个 就是说 俄国产生了 就是说 你推个政策 他企业有个对策 我现在怎么办呢 那干脆大家不要加班 不加班 就没有这个加班费 我甚至解你的薪 我甚至不给你 这个所谓的加薪 我们以前在谈 企业加薪的这个问题 企业获利要回馈的 没有没有 现在都没有了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法呢 我们在看他 如果他能够坚持的下去 看来是会坚持的歪歪扭扭的 如果他能够坚持的下去 其实他挑战了 我们根深蒂固的 生活的方式 跟我们生命的哲学 我去西班牙的时候 他们的小学 从来没有教什么 人生要很努力勤奋 没有勤奋这件事情 那不是努力的目标 找到人生了 生命的价值 跟自我的价值 这是目标 所以在西方来讲 我这样讲完就很多人讲说 人家家大业大 对不对 人家哥伦布有留那么多黄金 对不对 这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他其实 为什么这个事情 在台湾会这么大的挑战 就是说 我们对放假这件事情 充满忧虑 OK 然后我们会觉得 这是不是人生的一个价值 所以你看他这个一力休 今天欣老师来 我们才知道 当初立法的那个包藏 不是啊 那个隐藏 包藏 对不起 讲包藏 感觉是祸心 祸心 祸心本源 隐藏的这个用意 就是要把这个工作跟生命的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能够凸显出来 可是这挑战了我们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不仅是劳方 还有资方 所以欣老师 我们就没要过这么好的日子 是怎么一直要叫我们 过这么好的日子 我刚刚讲这样对不对 我觉得是对的 他其实这个一力休 未来长远的发展是 我们要过正常的人生 不要过失衡的人生 可是我觉得 当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 就是你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是 我觉得政府在解决低薪问题来讲 可能比较困难 那可不可以让那些低薪工作者 可以有个尊严的生活 我常常讲的 比方拖老 拖儿 子女教育 住宅 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必须要的 服务的东西 你政府可不可以多点介入 把这个成本加低 让一个低薪工作者 可以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以后 他自然就会想要休假 可是现在我为了这些必要的东西 我东西打拼都来不及了 你叫我休假 真是强人所难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 这个立法的宗旨 没有错 这是一个很进步的修法 郭部长讲的 他确实是要改变我们人的 整个生命价值 包含我们的消费习惯 我们过去的生活便利 都是立即在很多的 血汗的劳工身上 那我们要不要因为这些 我们愿意犧牲点生活的便利 这确实会改变很多人的 一种价值观 他的消费形态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进步的方向 但是你的配套 配套绝对不只有在劳基法 这边公私 弹性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配套 是让台湾的老老百姓 不要为了一个 基本的生活所需 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我觉得才是最主要的关键 OK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我每次主持呢 反正我主持费也不会涨 我都想准时结束就好 可我今天不涨主持费 我都想做两集 为什么 因为这事情太重要了 可是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有这个未来一周 我们还会想办法再提 因为这个还会再变形 你相信我 这个法肯定要变形的 对不对 清华 对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号称要做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可是现在一粒一休的问题 就卡在你知道吗 有根据调查 有超过七成的人资主管 都还搞不清楚 一粒一休是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大家在筹云产物的时候 你现在知道谁最开心吗 管理顾问公司最开心 开的课程常常爆满 为什么 人资主管跟人资主管 因为搞不懂一粒一休 真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他们要去上课 那为什么我们说 重灾区是所谓的中小企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台湾很多中小企业 没有HR也没有人资主管 老板本身就是人资主管 那老板自己搞不清楚 这样的状况 你知道老板会不会慌 当然会慌 你知道现在连所谓的 一粒一休这件事情 所谓的立假日跟休息日 是可以拿来排班 没有一定强迫要在周六跟周日 但是连这件事情 有很多中小企业老板 他还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 所以他很紧张 所以像我之前知道 有一家在新竹做电瓶的公司 怎么样 那个老板 老板老板娘就说 我生意最好的时候 就是在礼拜六日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人家出去玩的时候 车开出去才发现 我电瓶没有电 他要去换 所以他说他礼拜六的时候 生意很好 他想说一粒一休 那一天不让我上班 那开玩笑我生意少很多 人家没有 所以问题就在于说 你看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 他都搞不清楚状况啊 所以号称最会沟通的政府 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赶快去沟通